月亮飞行后一天8机连续升空显摆10里,猛禽战机不料遭遇尴尬。 2018年5月31日时架F-22A猛禽战斗机,从阿拉斯加飞抵了琉球加首拿美军基地,美国军军的战斗力在这些隐身战斗机上展露无遗,因为在2018年6月1日这些战斗机就开始了训练任务, 这个得益于这些来自阿拉斯加的战斗机,对于琉球的地理环境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在今年的训练中却有一架F-22A由于故障不得不进行了紧急降落。 一般国家的战斗机经过跨洋飞行这么远的距离之后都会进行长时间的维护和检查。 但美军不是。 在6月1日早上10点半发架F-22A战斗机一次排开依次升空,11点20分,其中一架F-22A返回家首拿基地进行了紧急降落, 而整个场景被驻守在加首那机场观景平台的记者拍了个证图。 在加首那美军基地边上的道指引,常年有许多日本记者在那受注,所以经常第一时间报道美军在那的状况,包括哪五天哪一个时间来了什么机型,还有哪一天哪一架飞机的维护口袋丢了等,都是在这个点的好事者拍到并且发布到各大媒体的。 F-22A猛禽战斗机是美国第一种第五代战斗机,是美国保持技术领先的一款战斗机, 不过时至今日这款战斗机的所谓的技术代差已经不复存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在2010年左右都有隐身战斗机原型机的首飞,这个打破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不仅仅如此,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有其他国家也准备研制隐身战斗机,包括印度和土耳其等。 当然世界上第二个装备隐身战斗机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另有其人。 美军一向喜欢把先进的武器拿到亚洲来来显摆一下,这次14架F-22A并不是第一次部署在琉球加售那基地,事实上之前已经多次部署这款先进的隐身战斗机,不过没有这次这么尴尬,第一天的飞行就出现紧急状况。 美国除了装备F-22A之外还有F-35这款隐身战斗机,美国空军正在换装F-35A,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换装F-35B战斗机。 美国空军除了装备F-22A和F-35A战斗机之外,还有大批的F-15和F-16战斗机,未来最新传统的战斗机都将被F-35A所代替。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F-35是一款被叫做联合攻击机的机型,其目标就是实现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军通用。 加手马基地对于美军来说非常重要,这个地区仅靠宫谷海峡,扼手第一道链的一个重要的舒寒口。 在琉球不仅仅有美国空军的存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普天尖基地,这里驻搭驻大批直升机和MV-22B轻转旋翼机。 除了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之外,还有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那把基地,可见琉球的重要性。 一个小小的琉球就有各种F-15战斗机减100架,其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琉球的加手那基地不仅仅有美国空军的战斗机,这里还有美国海军的多款侦察机型,包括EP-31、P-3C和P-8A等机型,另外还有美国空军的RC-135战略侦察机部署在此。 美国空军的各种先进武器基本上都来这边驻驻过,包括B-2A等战略级别的轰炸机等。 2018年6月1日,美军准备在儿童节显摆一下F-22A的战斗力,不过这次演砸了,一架紧急降落。